他只用了一句话,就震惊了13亿中国人,不仅举国上下一份填膺,就连外国人也对我们是指指点点,甚至还有人说,因为这句话,中国的道德水准集体退步了50年,他就是南京彭宇案的法官,一句,不是你撞的,为啥要服,让建义勇为这项传统美德在国内成为了无数人,茶余饭后的笑话,如今距离这场举国震惊的案子已经过去了整整17年, 而他产生的副作用却依然在发酵,那么当初,法官为什么要这么说,震惊全国的彭宇案,后来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? 欢迎百度搜索彭宇案,了解更多社会大事,点个三连,精彩故事,马上开讲。 2006年的一天,南京市的早高峰路上却围着一堆议论纷纷的人们,而在人群中央的不是别人,正是今天的主人公彭宇。 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他,在看到一位老人摔倒之后,主动走上前扶了一把,并且和一位路人将老太太送到了医院。 你说这本来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,可是老太太苏醒之后的一句话,却彻彻底底改变了彭宇的人生轨迹。 因为老太太指认,送他到医院的彭宇正是导致他摔伤的罪魁祸首,就连老太太的家属也向他张嘴索要13.6万元的医药费。 正所谓啊,良言一句三春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。 老太太的指认,家属的反目,让原本好心助人的彭宇一下子愣在当场,好心却遭到恶意的他,自然不会同意对方无理的请求。 于是,老太太和家属选择将彭宇告上法庭。 老太太指认说,自己当时是在上公交车的时候,被着急下车的彭宇撞倒在地,而彭宇却辩解称,自己完全和他没有任何接触。 由于双方口供不一,再加上的一起服人的另一位好心人,没有看到两个人之前的全貌,这个案子就一下子进入了死胡同。 可是和这些奇怪之处相比,本应该保存证据的警方,这个时候却出现了三人笔录,不翼而飞的情形。 唯一存在的笔录呢,还是在警察局工作的老人儿子潘辉,用自己手机拍下来的,一份漏洞百出的证词。 前有笔录不翼而飞,后有证词千疮百口,自觉深正不怕影子邪的彭宇自然不会认同,可是他的底气却伴随着法官的一句,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服,被击得支离破碎。 此话一出举过震惊了,要知道在此之前,彭宇为了争一口气,甚至主动辞取了工作。 全国上下的媒体时时刻刻盯着,试图想要为这个好人有好报的故事,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,可是法官的一句话,却引起了舆论的大爆炸,各种批评如山呼海啸一般,向彭宇案的法官王浩席卷而来。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彭宇案已经不仅仅是彭宇和老太太两个人的事情,一审败诉后,彭宇申请上诉。 可就在每个人都静静等待着二审结果时,身在漩涡中间的彭宇和老太,却达成了和解,只留给后来人无穷的猜测。 如今17年过后,再来回顾这个案子,或许我们谁也不能够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。 彭宇虽然变称自己无罪,可同样是他在法庭上承认,确实撞了人。 老太固然坚持只认彭宇,可是彭宇刚刚扶他时,他口口声声所说的,和你们没关系,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证明。 如今呢,在双方当事人已经三减七口的情况下,彭宇案的真相或许已经成了历史的谜团。 可身为法官的王浩,却成为这次事件中最被人质疑的一方,而这也并不难理解。 英国哲学家在他名著《论司法》中说,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的危害还要大,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,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。 或许啊,这也是这么多年,人们依然是对他的那句话耿耿于怀的关键吧。 那您认为,彭宇应不应该负责呢?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分享,我们明天见。